你 你好 副主编 你怎么了 哈喽 安寸可以偷鞋 走 抱歉 你怎么了 抱歉 你们先出去吧 这个电梯只在菲尼斯打挺 麻烦各位 你怎么了 我什么事都没有卡文先生 怎么可能没事 看你说的话 看你的表情 完全和昨天不一样 我觉得 我们就是在公司 应该区分公事和私事 我们还是回到从前好了 从前是什么呀 我们昨天才敞开心被谈过了不是吗 昨天的事我只是想回忆我们两个小时候的事情 其实也没有更多特别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朋友关系会比较好 因为这份友谊会很长久 也比所有的感情都有意义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是的 我还以为我们彼此理解了 不要告诉我 你还沉浸在小时候的初恋之中啊 就当做是小时候的事好了 我们现在都长大了 不用过意纠结 好吧 你要那么想就随你